2024年11月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安华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 尤其是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措施 就被一些人士认为是在劫富济贫 让所谓的高收入群体以及中产阶级相当的无奈 那么首先安华今天就重申 政府并不是在以罗宾汉的方式劫富济贫 而是在调整不合理的津贴分配 只是要求富人在可负担的范围内承担应有的责任 他就解释现有的津贴机制 无法有效的区分收入阶层 保持富人和穷人都享有同等的津贴 他就举例一个开着劳斯莱斯的人 同样享有燃油津贴 这是不合理的 他就说政府并没有向他们额外收费 只是要求高收入群体能够支付实际的费用 而不是让国家继续为他们补贴 安华就指出 政府需要有充足的资源来帮助贫困的人口 而这需要公平合理的经济政策 安华就坦言 当前的政府就继承了约1.5兆令吉的国债 因此必须要采取谨慎的财政措施 安华是于今天在国防大学举行的 与安华有约活动上怎么说 那么说到国防大学在2017年时 就发生了21岁学员祖法汉 在该大学惨遭霸凌 遭到多名同学虐打 包括以蒸汽熨斗灼烫 全身80%包括私处严重灼伤 最终惨死的案件 那么上述庭在今年的8月 才宣判6名涉案的国防大学学生 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绞刑 那么这起严重的校务员霸凌事件 以及绞刑的判决 也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那么然而国防大学近期 又再次爆出类似的霸凌事件了 受害者的胸部 是遭到学长以运斗烫伤 那么国防部 国防卫队就发文告指出 该部队将会展开内部调查 并承诺深入调查此事 那么当年受害者祖法汉的父亲 对于发生在其儿子身上的事件重演 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就说 虽然这次的事件没有导致死亡 但大学应该要严正看待 那么他也呼吁当局公开与霸凌事件 有关的调查报告以警校游 那么他也建议政府应该要去修改 和反霸凌有关的这个法令 那么至于首相安华 今天到国防大学出席活动时 就强调 绝不能姑息流氓 霸凌以及私会党文化 在校园横行 那么校长必须要承担责任 设法根除这种恶劣的文化 那么他也说 国防大学最新发生的这一宗霸凌事件 交由警方去调查 那么除了校园霸凌事件 马路上的路霸部首交通规则 以及飙车党马人变 也是非常的让人头痛以及生气的 那么路路交通局总监艾迪就指出 当局即日起将会在全国展开为期 两个月的2024年摩托特别行动 聚焦在八项主要的违规行为上 那么这八项的违规行为就包括了闯红灯 非法赛车 非法改装 无牌驾驶 没带头盔 没更新入税 没购买车险 以及其他的技术违规 那么他就说 统计资料显示 摩托致命事件 正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令人担忧 他就披露 根据警方的记录显示 70%的交通死亡事故是与摩托有关的 也就是每个月通报1908宗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 大马人实在是太慷慨 太乐善好施了 那么外籍的丐帮在我国乞讨 每天可以赚取高达400令吉 也就是大约是每月12000令吉 似乎都快赶上T20甚至是T15的群体了 那么移民局在今年的10月29号 傍晚的6点至晚上的7点20分 就在柔佛镇陵山先锋园夜市 展开了取缔行动 那么行动中就逮捕了三名 乞讨者 两人为泰国籍男子 另一人则是缅甸籍男子 其中一人为截肢者 柔佛州移民局主任就发文告说 这些人士就滥用了社交旅游准证 选择在策略性的地点 利用国人的善心乞讨 每天可以赚取400令吉 或每月12000令吉的可观收入 那么接下来 要告诉各位老板以及各位雇主的是 记得为所有的员工 包括外籍员工办理涉嫌 也就是SOXO的注册 涉嫌机构的首席词员 莫哈默·阿兹曼就说 该机构即日起将会展开执法行动 揪出那些没有为外籍员工 办理涉嫌注册的雇主 他在涉嫌机构大厦 召开记者会时就披露 统计就显示截至今年的9月30号 约有88%的外劳 是已经注册成为涉嫌的会员了 而还有约30万的外劳 是还没有注册的 他因此就提醒 没有为旗下员工办理涉嫌注册的雇主 将会在包括1969年雇员涉嫌法令 在内的法律底下受到对付 那么一旦罪程可被判监禁最高两年 或是罚款1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他强调既然制定了雇员涉嫌法令 就不应该出现只强制本地人注册涉嫌 而把外劳排除在外的双重标准 他就说无论是本地或是外籍员工都应该注册涉嫌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包包到这里 感谢收看